嗨,我是安慧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百吃不厌老少皆宜 特别下饭的一道家常菜 遍地黄金 这个菜我从小吃到大 百吃不厌 很家常又很下饭 今天我把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把胡萝卜先削皮 接着先把胡萝卜先一刀 这样放稳之后呢就不容易滑 再将其一片片切开 然后再切成条状 最后再切成丁 切好之后装盘备用 接着来剥玉米粒 玉米像这样子一粒粒剥下来 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 直接用刀一条一条的切也是可以的 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来 我喜欢这样剥下来的玉米 吃起来有一种爆猪的感觉 剥好的玉米放在一盘备用 再来切点葱 接着我们开始烹热 锅热之后呢加入适量的猪油 如果你不喜欢猪油 加别的油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油温上来之后呢 加入葱头爆香 炒汁的顺序很重要 第一个加入胡萝卜淋 这里的食用油呢 可以有效的让胡萝卜醋 让人体不好的接收 胡萝卜炒汁微微变色的时候 加入小青豆 这个小青豆是从碗豆里面剥出来的 现在吃的一片正好是吃这个小碗豆的季节 这个小碗豆呀吃起来非常的香 碗豆炒了大约一分钟左右 加入玉米 这个玉米我用的是筋银玉米 带一点甜甜的口感 小孩会特别喜欢 接着我们来调味 调味的话非常简单的 加入1.5克的食用盐 1克白砂糖 翻炒过半分钟之后 加入半碗清水 接着铺干温煮 好了 待约煮了5分钟之后 玉米胡萝卜都已经手扣了 最后加入适量的鸡精 高火 朋友们这样做的遍地环境 真的又香又好吃 非常的下饭 这个菜我从小吃到大 而且我女儿也非常的喜欢 一直吃而且还是吃不腻的那种 特别的家常 特别的下饭 特别特别香 朋友们这样做的遍地环境 真的非常的香 非常的好吃 下饭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试做看看 豆豆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香甜 玉米在口中爆猪的感觉 特别的过瘾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能不能给阿慧点一个小信心呢 阿慧先谢谢你了 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学习进步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